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跟李宝軒合作在一起 我们算了一下八十几档戏 我们平均一年两档又出国的 但是整理出来是六十档 那这样子的东西就做在一起以后 做成了一个酷云剧场 就在YouTube上面播出 那我们的六十几出戏 以前是每个礼拜播一出 然后播着播着 六十几出就播完了 因为这次的新冠时间蛮长 然后现在我们就偶尔播播 但是我们每个礼拜还维持有东西在播 而且我就开始叫这堆年轻的台北新剧团的团员 全部开始直播 所以我们现在每个月有一场喜 是在市民厅演 也售票演出 票价很不贵 因为大家还要跑出来 要么你就坐在家里 你就看 就做直播 那一方面让年轻人终于有演出的机会 一方面就磨练他们的舞台 跟在摄影机前面看做戏的能力 那究竟未来会不会整个的 Live的表演 全部都会变成网路的直播的表演呢 我觉得机会不大 但是绝对比例会越来越多 那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就是方便 大家会越来越看 看这个活人剧场的看的人呢 年纪越来越大了 也许越来越少 但他们快要不能出门 或者觉得在家里比较方便的时候 他们可以开始在网路上继续欣赏这样的艺术 所以酷云剧场一定要去存在 但是Live的表演也一定要存在 那这样下去呢 希望能够生生相惜 那这个样子的话 对于我所谓的就是传承跟推广 希望没有退步 变签名的时候他们在录影 真的还是假的 这里还签这里都可以 白色好了 看得漂亮 对啊 老公子会这样 对啊